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这两天全国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卡车司机罢工 首先是从江西休水县的卡车司机罢工开始 他们是真正的已经上街了 后来山东的卡车司机 响应他们号召要动员山东全省的卡车司机也来罢工 设定在6月10号举行罢工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四川成都的卡车司机协会的 还有贵州省的卡车司机协会的 现在呢都在响应这个罢工的号召 都已经向当地的卡车司机发出了罢工的号召 他们说那天所有的进入那个地界的卡车 都要停止 都要停止运行 如果还发现那个路上还有卡车的话 他们就要进行劝阻 劝阻不听的话就要开始砸车了 这个声势是非常强大 这个手段是非常灵力 我祝愿这一次全国卡车司机罢工能够实现 那现在卡车司机罢工他们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啊说这个邮费太贵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时候啊 那个收费占太多了 这个卡车行业啊本身就是一个薄力行业啊 现在啊生存环境这么困难 为了这个有一点利润 为了能够谋生他们必须得超载 而这个时候啊 那些车匪路坝就是交通监管部门啊 他们就上来了 那一旦发现超载啊 他们就拼命的罚款啊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全国各地的卡车司机 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处境 就是啊 你如果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规矩啊去运行 那么众多的收费 让他们的根本没有办法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说他们决定了这样 要在全国各地这个卡车司机 6月10号那一天呢 统一的进行罢工 其实呢 这种生存这个处境啊 不是这个卡车司机啊 这个行业独有的 全国各阶层各个行业都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你现在农民 你如果是真正的老老实实在家种田 你能够维持生活吗 不可能 那你这个城市的工人 你那个微薄的工资收入 你能够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吗 那你能够啊 送你的小孩子去上学 那你能够啊 保证你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啊 还能够啊 看得起病吗 不可能 即使是有很多这个在网上面呢 天天岁月静好的那些中产阶级 你一旦得一场病 你马上就会啊 成为次贫阶级 中国人呢 现在啊 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力 我们是侥幸的活着 一旦有一点点天灾人祸 我们的生活就完全被摧毁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中国人 面临着一个啊 共同的处境 那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究其根源 就是啊 现在中国 中共奉行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人民非常的勤劳 也非常的聪明 我们赚钱呢 不遗余力 但是呢 我们还是生活在贫困当中 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在任何地方 他们都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 就是在自己的祖国 他们无论多么勤劳 都沦为贫困阶层 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层 一个吸血的阶层 权贵阶层 他们把国民创造的绝大部分的财富 都掠夺走了 那给我们14亿人剩下的 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而那小的部分 现在不足以维持我们的生存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 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处境 那么在这样一种处境下 卡车司机 那现在罢工了 其他各个行业的各个阶层的 实际上啊 我们都是应当站出来 来跟他们一起来进行抗争的 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 我们接受国内的88位 有私之士的委托 在海外啊 发起一个全民共振的平台 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想 让全国各个地区 各个阶层的人 那同一个时间 那来上街进行抗争 我们叫做全民共振 那现在呢 全民共振的这个时机 是已经成熟了 因为权贵资本主义 已经走到了他的末路 那因为老百姓 已经再不能够忍受 权贵阶层 继续对我们进行 敲骨吸髓式的压榨 那怎么办呢 我们必须得动员 所有的各个阶层 各个地区的人 一起起来抗争 那从今天开始 大家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的这个群体性事件 也就是群体反 集体反抗的事件 这个频率非常高 规模非常大 参与的人数非常的多 而且呢 从今年4月份开始 这个群体性抗争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几个行业 它已经实现了在全国各地的联动 比如说4月份的时候 全国的这个塔吊车司机 那在全国各地同一个时间举行了罢工 18个省的塔吊车司机 举行了同一个时间举行了罢工 那这一次呢 又是全国各地的卡车司机 试图在6月10号这一天 同时举行罢工 同一个时间那集体上街 这就是共证 但是呢 这一次和上一次塔吊车司机 还不是全民共证 不是我们宣传的全民共证 而是在同一个行业的共证 那么怎么样实现全民共证呢 今天呢我就收到很多的这个网友的 他们的来信 说是啊 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不动员大家一起上街 来支援这个卡车司机的罢工 来实现全民共证 那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非常希望这样做 我们也现在鼓励啊 所有的朋友去争取这样做 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 全民共证 他一定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他不是一处而就 不是说一个人呢 在这里随便说一下 这个全民共证就实现了 我们这个平台的目的 就是要不断的推广这个理念 共证的理念 同时呢我们也要不断的不断的联络 不断的推动所有的民主同道 所有的这个维权的这些同仁 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我们一定要积累我们的动员能力 那怎么样积累这个动员能力呢 那首先我们要找到那些啊 能够上街的 愿意上街的过去曾经上过街 或者正在上街或者是将来想上街的那些阶层 那些群体找到他们 跟他们取得联系 得到他们收集到他们的所有的这些人的联络的信息 跟他们建立起沟通的渠道 那大家不要担心啊 这些人的信息在维稳 中共的维稳体系 他们是完全掌握的 那只是我们相互之间没有建立起联系来 所以大家不要怕保密的问题 这个群体啊太庞大了 人群太多了 那中共知道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一旦知道了 那么我们一旦取得了和中共一样的这样的这个信息 那么我们就有能力把我们相互之间联络起来 我们就有能力实现集体上街 这个我们就有能力啊 来打垮中共的那个维稳体系 那怎么样去收集呢 昨天我们也接到了国内全民共振平台的发起人给我们的指示 要我们带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这个维权同道 民主同道向你们的发出一个倡议 大家一起来来收集 那联络当地的这个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 那收集整理他们的联络方式 然后大家再来做一个评估 如果是一个地区的民主同道啊 你能够积累起来 20个30个这个抗争群体的信息 如果我们能在全省积累起来 超过10万个可以上街的这样的人群的信息 当全国我们能够积累起来 200万到300万的上街群体的这种联络信息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有条件 在这个时候啊进行瞬间的进行大动员 当下一次全国某一个阶层的出现了一个啊 大家共同关注的热点的事件 能够激发起大家的义愤的这个事件 能够让全国人民呢 一起来进行深圆的大的抗争行动 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全国的动员 我们就可以实现全民共振 所以呢 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 从我开始 大家一起来踏踏实实的积累自己的动员能力 每一个地区的同道 那希望大家开始行动起来 收集整理当地抗争群体的信息 建立起联络的渠道 将来和大家一起共同上街 共同抗争 当全国人民都走上街头的时候 当全民共振 那就是我们赢得全部的自己的权利 赢得所有的权利的那一天 那也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一个开端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